美鳳梅 美鳳梅 在板橋有兩家分店 其中一家位在漢山東路上的分店 因為疫情的影響 決定拉下鐵門停止營業 無法內用 加上電駐高昂 成為壓倒民店最後一根稻草 不過總店就距離分店 車程約三分鐘 早上不到十點 陸陸續續就有民眾來購買 那邊吃比較久 吃比較久 對 你比較喜歡那邊的口味 對 餐飲業恐怕面臨一波導電潮 台北市知名日本料理店 在地生根四十三年 也宣布歇業 歌手姜月恆和姐姐經營了 三十六年的韓式烤肉店 也撐不住了 台南鍋燒義麵經營超過三十年 深受當地人喜愛 也在這次疫情中選擇關店 不只店家 疫情同時也改變了商圈的面貌 市里夜市冷冷清清 根本看不到攤位 街上掛滿了出租的招牌 就像是空城 那每天來的話 就是兩三個客人 一天就做個大概兩百塊的晚餐錢 就收攤了 整個的店面 攤商都要生存下去 那希望說政府也有一個配套措施 來幫助我們 實際來到五九一租網 打關鍵字 市領夜市相關的代售店面 扣掉重複的約有四十間 開價超過一元的 總價在1億到2.2億元不等 其中還有標題打上屋主累了 出價談 先釋出善意 這次疫情衝擊大 連口袋深的房東都快撐不下去 三立新聞 林文傅呂培軍 台北採訪報導